今天我们开启日本文学大师 渡边唇一的作品《情人》 渡边唇一原是骨科医生 后戚医从文 现是日本著名文学大师 国民作家 其作品大多与情爱有关 探讨不同情境下 不同环境下人们的爱情观 《情人》这本书 讲述了一个按照自己意愿 尽享爱情之美的 现代女性的故事 为我们带来的是 关于恋爱与婚姻的思索 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体味渡边唇一笔下 那些关于爱情的 细腻而又微色的味道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 林立的高楼上空 晚霞好像凝重了一样 已经是傍晚近六点了 皆是上下班的人流十分热闹 片童修子就喜欢赤板马路上 这种暮日里的景色 一天的工作结束 约上三两只即晚餐 或者独自漫步街头 或者就干脆直接回家 总之 这段时间是完全向自己敞开着胸怀的 从公司出来 修子仰手来了一辆车 去纪尾景街 坐在车座上 修子将一个小小的纸袋放在了边上 里面装着等会儿给远野昌平的礼物 车子在古朴风雅的旧楼餐厅门口停住 进去后 修子先去了化妆间 面对着大镜子 望着自己的脸 修子已经三十二岁了 眼角爬上了余尾纹 肌肤也失去了光泽弹性 只有微微上翘的鼻子 还显得十分青春 修子用粉饼 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鼻子与双颊 又涂上一片口红 出去时 远野正坐在酒吧深处的座位上 举着手向他打招呼 早来了吧 哦 没有 我也才刚到 远野的公司在八重州口 所以要比修子稍微早些出发 两人轻轻举杯碰了一下 庆祝远野今天四十九岁的生日 生日恭喜啦 都这个岁数 说什么恭喜啊 不知道我今天会收到 什么生日礼物呢 当然准备好咯 修子拿出那个白纸袋 远野赶紧伸手去接 不好意思啊 迫不及待向你所要礼物 我是怕等会儿去餐厅灯光太亮 没氛围 他说怕灯光 其实是怕周围人多嘴杂 不好意思在众人前 接受一位女士的礼物 半明半暗下 远野的表情就好像是少年 打开百宝箱一样 很难想象 他是一位领导两百人企业的社长 圆形的领带夹中间 像着一颗小小的钻石 远野迫不及待地 在自己的领带上比划着 取下了原本的领带夹 OK 那今晚就带着他进餐了 餐厅在二楼 两人找了个临窗的位子 为了找这样合适的礼物 我可花了很多心思啊 很贵吧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修子的公司是专门经营 水晶玻璃器皿的 皇家水晶公司的日本分公司 他是社长秘书 所以收入要比普通 日本女职员高出一倍 当然 十万块的礼物也不是小数目 但这是送给喜欢的人 也就没关系了 修子与原野交往 是四年前的事 二十八到三十二岁的女人 最容易动摇 他接受了原野 不得不说是真心喜欢上了原野 但喜欢是喜欢 修子也不想将人家 整天强扭在一起 原野有家庭 有两个孩子 修子不想再介入 他与自己以外的生活 只要在一起 使两人感到快乐 这就足够了 修子能如此清醒地处理 与原野的关系 大概是受了幼时 父亲在外乱找女人的影响 男人与女人 并不是整天厮守在一起 才算幸福 男人女人 如果没有共同理想 各自没有独立的能力 很难自食之中 四年来 修子与原野的情人关系 能持续下来 很大程度 是修子正确处理了 他与原野的关系 哦对了 黄金周有什么打算啊 修子掏出笔记本 翻了几下 嗯 四号我约好去 红钱赏樱花呢 和谁去啊 修子爆出几个 大学同学的名字 安部的家乡在青森 这次好不容易定下来的 赏樱花又不是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换个日子也没关系的嘛 嗯 是到如今不能回绝了 求你了 原野将头深深低了下去 修子却将脖子扭到了一边 这样突如其来的 我不能违约的 原野深深地叹了口气 修子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两人交往的最初一年里 修子被原野强行地 打乱过自己的不少计划 但是现在 他感到不行时 便断然地拒绝了 修子并不想围着原野团团转 晚餐后两人走下楼来 原野说 我的车已打发回去了 与修子约会时 他总会这样做 是不想让司机查局 自己的秘密 出租车来了 修子的公寓在赖田 这是五年前 他向父亲借了钱买下的 两室一厅 虽说每月按揭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地方 房价现在也涨了不少 公寓很快便到了 修子开了门 又转身为原野放好拖鞋 将桌子上的书 信件等整理了一下 乱七八糟的 不好意思 原野自己不肯动手 却十分爱干净 修子并不是为了迎合原野 只是他自己就喜欢这样整洁的环境 也许这正是他与那些 喜欢各种装饰的姑娘不同之处吧 也许是葡萄酒喝多了 原野有些醉意 哦 我去睡一下好吗 啊 请吧 等修子看了两封信后 卧室里原野看起来已经熟睡了 修子随手将床罩掀起 原野却突然伸手过来 放开手 原野不由分说地抱住了修子 一下子吻上了修子的嘴唇 另一只手慢慢去解射衣的钮扣 修子闭着眼睛 感到自己正顺着原野的动作 滑向深渊 他从来就是这样 绝不强求 但总能让修子充分感受到 男人的魅力 原野一定接触过不少女人 说实话 修子有时为自己 竟然适应于一个花花公子而反感 然而内心深处 却又不得不承认 据说一般男子 都不会对妻子有太多激情 纯粹是同居人而已 生活在一起 新鲜感与情感的交流 也就逐渐淡薄了 但对修子来说 原野永远是恋人 情人 除此以外的原野 与修子毫无关系 他也根本不想知道 原野醒来 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修子感觉出 他是要回家了 真想再睡下去啊 修子却知道 他是真的要回去了 这种犹豫 或许正是原野 善解人意的地方 今晚一定有数不清的人 等着为原野轻生 但他却把整个晚上 都给了修子 仅这一点 修子就感到满意极了 修子倒了一杯茶给原野 原野起身 直指自己的领带 从明天开始 我会一直带着 这个领带夹 修子笑笑 将他送到门口 晚安 房间里就剩一个人了 修子长长地 伸了一个懒腰 进了浴室 将自己埋进水里 才真切感受到 一天的确是结束了 与自己喜爱的人相处后 洗个澡 喝杯啤酒 听听音乐 这房间就是修子的天堂 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不管怎样 也不愿意失去 自己一个人的亲近 黄金周到了 修子与安部甄左子 小泉惠比三人 在宇田机场约齐了 一起飞向青森 三人是大学时 英语专业的同学 甄左子在一家 贸易公司工作 未婚 惠里在电视台当编导 去年刚离婚 说来说去 三人都是单身女子 甄左子从大学毕业 便一直渴望着撑嫁 只是要求高 或是缘分浅 至今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三人中 她最具大家闺秀气质 典型的贤切良母 惠里给人一种劳动人民的感觉 现在带着一个五岁的男孩 但好在有能力 生活也有滋有味 修子正好处于二者之间 或许可以说是自由派 她的婚姻观 深受家庭遭遇的影响 高中时 父亲与别的女人好上 起家出走 母亲的一生 好像就是为了抚养孩子一样 独自一人寂寞地生活着 看着这样的家庭 修子不得不思考 结婚究竟是为了什么 甄左子的家 在青森西南 一个叫黑石的地方 据说她家是开酒厂的 果然 刚出机场 就看见她家酒厂的 小青年来接他们了 途中好几处樱花已经开了 使人感到一些春天的气息 门口 甄左子的母亲和嫂子 迎了出来 将一行人带到了二楼客房 甄左子的家 习惯全家一起就餐 怕他们受拘束 便在二楼的房间里 为他们几个另开了一桌 各式菜样应有尽有 主人是酒厂老板 各种酒品也是琳琅满目 这样丰盛的菜肴 我是久违了 喜爱喝酒的惠惠 眼里闪烁着兴奋 酒一下度 自然话就多了 三人谈话的内容 还是老问题 结婚 恋爱 婆婆妈妈 我想啊 喜欢的人还是要赶紧结婚 恩恩爱爱才是真的 惠惠笑了 甄左子还是孩子呢 净说这些幼稚的 结了婚就没有神秘感了 睡不醒的傻样 歇斯底里的丑态 都暴露无遗 暴露又怎样 真心相爱就没关系 惠丽摇头 朝修子求救地说 喂 修子 你动脑子 让这个浪漫主义的小姐醒醒 修子笑笑 爱的确很重要 但是仅有爱 也是不现实的 你们都有道理 喂 惠里正讲话 真左子的嫂子伸头进来 啊 片头小姐 楼下有你的电话 修子下楼去 话筒那边传了原野的声音 一切还好吗 挺好的啊 有什么吗 果真去了青森了 你当我是胡说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有些担心 很想念你 你这张嘴啊 修子回到房中 惠丽马上迎上来 是他打来的 两个人都知道 修子与原野的关系 所以毫不避讳 真不错呢 看来我也要快些 找个心上人 惠里有人呢 真左子说得不错 惠里近来 与一位搭档采访的摄影师 互有好感 别瞎说 那人看起来是不错 男朋友 还是年纪大一些地 靠得住呢 真左子回答 可是比我们大的男人 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呀 这不是问题 我又不打算与他们结婚 可是 与有妻小的男人鬼混 难道不感到有些罪恶感吗 也许是多喝了些 真左子问得十分尖锐 有也罢 无也罢 我们又没有夺人家事的意思 可是 这家的妻子 家庭 却因此变得不幸 如此的不负责任 与偷汉贼一样 惠里有些生气地看着真左子 真左子也感到有些过分 向修子轻轻低地下头 哦 对不起 不要紧的 修子哭笑着 修子爱原野 但仅仅是与自己在一起的原野 一旦离开自己 就与修子没关系了 世界上就是有这些不合理的道理 这要靠每个人的良知与道德来做出评判 惠里拿着酒杯冲修子轻道 又不是你自己找上去的 是他来找你呀 你是说 该由男人负全责 我是说 不能全怪女人 双方都有责任 不能简单地责怪某一方 真左子接话 所以说 一开始就不该接触这样的男人 惠里深感无法说服他 叹气道 啊 也许要你自己遇见一个这样的 才会明白呢 我可不会 确实 真左子的家庭 希望女儿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 男女之论 由于经历不同 每个人的见解自然不同 修子说 这话或许就是三人夜话的结论吧 第二天 三人开车前往红前 黄金粥加上樱花剂 十分钟的车程 足足开了半个多小时 樱花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开在了黄金粥 震作自轻声 震作自轻声说道 云中人满为患 从高处望去 岩木山上还积着雪 盛开的樱花 点点白雪 连绵的山风 向人展现出一派春光烂漫 太美了 真想住下呀 惠里伸了个懒腰 当然可以了 我家那间屋就给你住 吃饭也不用你花钱 真做自看着惠里 可是我东京有工作啊 看看看看 都是借口 东京人一到乡下 就是赞美怎么怎么美 一旦有他住下 就立刻逃避了 只不过是逞一时风雅罢了 好了好了 来找张相吧 三人逛了许久 才回到车子里 惠里急忙坐下 哇 这回可真是赏够了樱花呢 是啊 就是这么拼命 表现它的美丽 看着樱花真是可怕 像一个男人 实实在在地逼了过来 惠里涂了口烟 看向修辞 你们家那位也识趣 从不提什么同居结婚 真是成年人了 嗯 也许现在这样就最好了 不会后悔吗 没有孩子的话会很孤独啊 有孩子也不一定很热闹的 惠里将烟熄灭 好了好了 先想想今晚怎么高兴一下吧 听这口气 惠里还想唱音 再继续昨晚的话题呢 晚上真左子的母亲 准备了一桌好菜 天转凉了 喝些酒吧 不愧是酒厂老板娘 讲话十分善解人意 几杯热酒下肚 三人一下子感觉身上舒服无比 开始聊些有的没的 真左子 也快找个婆家吧 真是叫人不放心 母亲插话道 东京也好 乡下也罢 姑娘大而不嫁 总会有些流言蜚语 妈 好了 接下来我们自己弄吧 真左子打发着母亲 母亲也只好低头退了出去 我们算是明白 你为什么一直想要结婚了 惠里笑着 所以每次回家都是一场灾难呢 这是一种威胁 想逼着女人离开自己的工作 说到这里 三人意见格外同意 惠里看向修子 你是不赞成结婚的吧 啊 我只是现在没什么想法 修子脑海中浮现出 刚不要借的影子 他是一家公司的职员 因为生意往来 两年前对修子表示了爱意 那时修子只当久话听了 从那以后 纲部没再说过什么 但只要修子想 纲部一定会接受修子 结婚就像买保险 买了以后 不管生了病死 都有人负责了 那修子你对此无所谓吗 无所谓也好 有所谓也好 自找的呗 修子觉得 现在一个人生活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我可没你这么坚强啊 真作子佩服地看着修子 修子心里苦笑 他自己知道 自己并不坚强 只是被一种无形的东西 逼得坚强起来了 每天早上 修子总是八时不到就出门 从赖田的公寓 到赤板的公司 只要不到一个小时 所以修子每天 都是很早就到公司了 修子不喜欢赶时间 早去还可以收拾一下 办公桌什么的 虽说打扫卫生 是专门的清洁公司负责 但一些小事情 例如擦桌盐 浇花 剪汁什么的 修子还是喜欢自己干 为此 来社长室的人经常称赞 一尘不染 窗明几近 卫生打扫好后 修子便去资料室 将昨晚的传真看一遍 整理出来 等干完这些 已经是十点多了 这时 马场社长也就到了 早上好 不管什么时候 修子早上第一声问号 总是精神明快 等社长坐定 修子便端上咖啡 再将整理好的传真地上去 接着将今天的日程安排 做一说明 这是一家新兴向荣的公司 社长的日程自然是满满的 修子正说着 社长好像突然想起地问道 京都的宾馆订好了吗 是的 星期六晚上 社长那天要出差 能换成双人床吗 说着 社长慌里慌张地补充道 双人床宽敞 作为秘书 对社长举手投足的意思 都了如指掌 最近 社长与赤板一家酒吧的 女郎有交往 这次去大阪出差 或许会将她带去呢 社长夫人是个十足的美人 虽说已经四十多岁 但仍然气质出众 但男人不爱家花 爱野花的 也大有人在 而且事实上 那些不太震惊的男人 往往在公司里 都是生机勃勃的好手呢 秀子心里一直疑惑着 男人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东西啊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 刚部要借的电话 打了过来 今晚的事还记得吗 与平时一样 刚部的声音 总像是在生气一样 秀子答应刚部 今晚六时一起用晚餐的 秀子一边答应 一边想起一个月前 为原野庆生的事 也是在同一家餐馆 刚部比秀子大一岁 工作单位是一家 颇具规模的贸易公司 父母在老家仙台 经营着一家 很大的家具店 说来也是一个 富裕人家的少爷 不知怎的 偏偏看上了 秀子这么个老姑娘 两个月前见面时 他对秀子说 像你这样的姑娘 是我长年以来 梦寐以求的 从那以后 又连着约他好几次 都被秀子拒绝了 今晚的电话 也许是他又怕秀子 会临时生变呢 挂了刚部的电话 不到十分钟 原野又打来了 在做什么呢 还在打字呢 今天晚上 去你那里怎么样 我有点事 不会太早的 十点在我家见面吧 你去哪里呀 是吃晚饭 和谁呀 和朋友一起去 自己有事 从不与秀子说明 可对秀子的事情 却喜欢抛根问底 是女朋友吗 当然啦 秀子对自己 不假思索的说谎 也有些吃惊 秀子如约到达时 刚部果真已经等着了 旧楼那边 有一家餐馆很不错 去那里好吗 秀子装作 第一次去的样子 首肯表示同意 我是刚部 好像是预定好了座位 刚部向领班 报上了名字 时间尚早 整个餐厅 只有两桌客人 想吃些什么 说着刚部打开了 一份最贵的套菜 这套怎么样 最好再清淡些吧 不要紧 吃不了留下来就好 刚部不由分说 又打开了酒单 有什么喜欢的吗 随便什么都好 秀子的意思是 便宜些的葡萄酒 没关系 刚部却点了 最高级的葡萄酒 一旁的服务员 一边点头答应 一边对秀子 轻轻鞠了个躬 这离语员 也来过很多次了 服务生都认识秀子 秀子也不是怕别人知道 只是今晚 刚部一片好意 若让他知道 难免有些不妥 来 干杯 秀子与刚部轻轻碰杯 味道如何 这是沙特爵士1975年的 那些年的葡萄酒 是最上品的 刚部似乎对葡萄酒 很有研究 滔滔不绝地讲着 给人一种为今晚约会 提前准备好的感觉 秀子感到有些压力 和原野在一起时 比现在轻松很多 原本可以顺其自然 想说就说 想喝就喝 但现在高级的餐厅 菜品都变得有点无趣 前菜来了 刚部一边吃 一边向秀子说着 几家新开的高级餐厅 可能在他眼里 秀子是经常出入 这些地方的 秀子其实只不过是 有时陪社长应酬 或是同原野一起 以他自己的收入 是不会进入这种餐厅的 其实刚部这样年龄的人 也不常来 只是要装作十分在行 秀子看着刚部 感到十分幼稚 刚部还对女人 抱着太多想法 只看到女人的美貌 还相信着女人 今晚也一样 她的目光热切而逼人 秀子感到有点窒息 纯洁的人最可怕 但秀子今天没有爽约 是因为刚部带来的紧张感 会给秀子一种 十分舒适的感觉 所以偶尔为之 也不是坏事 她需要原野的爱与可靠 也需要刚部 纯洁热切的目光 秀子感到满足 也为自己利用刚部 而感到内疚 但刚部似乎浑然不觉 她认为秀子今晚赴约 是因为自己 刚刚借着酒禁 甚至问 你有点喜欢我了吧 秀子只当他是在说瞎话 吃得差不多了 刚部又开始老生常谈 你这么个美人 怎么不早些结婚呢 刚部讲话 总这么突如其来 我现在不想结婚呢 那么说 你是有心上人了 所以不急 我是做不好妻子的 怎么会 你这么讨人喜欢 也勤快爱清洁 一定会是好闲内住的 秀子自己并不觉得 或许男人的感觉 就是与女人不同吧 听说你住在赖田 真的一个人住着 当然了 有机会可以去你家坐坐吗 可以呀 房子有些窄小 下次有机会我请你吧 真心是不想我去的吧 刚部的孩子气 有时让人感到可爱 有时也会令人讨厌 今晚我去坐一下可以吗 不会是你为难的 以后有机会吗 秀子想到今晚原野要来 是十点或许稍微晚一些 那 再陪我去什么地方喝会儿酒 再去喝一杯也没关系 只是现在已经九点了 去了酒吧回家一定是十一点了 虽然原野可能会晚 但如果他早到 就只能在门口啥等了 秀子曾想过 把钥匙给原野一把 但是秀子终究没有给原野 秀子的家没什么好隐瞒的 也不能说他不爱原野 只是他还想保留自己的空间 不想失去自我 这是修子唯一的理由 这是一种神秘的氛围 男女之间应有这一道隔膜 才会保持长久的新鲜感 今晚我要早些回去了 有谁等着吧 钥匙有些失望地坐在椅子上 实在对不起 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吧 修子对这种穷追猛打 有些不耐烦 修子回到家时已经快十点了 想着原野可能要来 便没卸妆 一边泡茶 一边看着今天的信件 十点是晚间新闻时间 因为在外戏工作 修子总要看新闻节目 这样就可以随时知道 社会情况 看完再去浴室放好水 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看来原野是迟到了 早至于刚不喝一杯 也没什么要紧 现在却只好干等了 真左子他们总说 等自己喜欢的人是幸福的 但修子不能理解 特别是在等待中 为各种猜测所累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 原野来电话了 这么晚了不好意思 碰到些急事 现在在家里 出人意料的地方 一个小时后 一定到你那里 可是已经十二点多了 不要紧 再晚我也要去的 修子一下子没了怨恨 看来他一定是遇见了什么事 其实他不必特意赶来的 修子放下电话 去浴室照了照镜子 原是因为他要来 才没卸妆 现在想想还是卸掉吧 等把脸洗干净 修子也就平静了 修子从没去过原野家 当然是知道他家的地址的 只是没什么 必须要去的理由 修子从没想过 打入他其他的生活 只是知道他的妻子 比自己大十二岁 其他一无所知 一点钟原野来了 也许是太匆忙 头发都乱了 来到你这里 才感觉松了一口气呢 遇见什么事了 孩子被警察抓去了 与朋友一起 骑摩托车违规了 原野有两个孩子 好像是在说他的小儿子 所有的责任 都推在我身上 女人一激动 说话就不知轻重 修子大概听明白了 但妻子也不是没有道理 遇见这种事 修子都会沉默不言 原野说着就要进卧室 修子拦下了 别进去 今晚你最好 还是快些回去 又不是今天一天不回去 为什么不可以 修子叹气 有时对这个比自己大 17岁的男人 他也无可奈何 只有在这里 才感到放松呢 那就在这里睡一下 三点我叫你 真不体调人呐 到了三点 修子教员也时 意料之中的 发起了小孩子脾气 真是个胆小鬼 什么胆小啊 不是吗 家里有夫人啊 不管怎么说 吵了架一走了之 总是不对的 算我求你了 今天一定要回去的 修子了解原野 哄一下也许会奏效 你今晚这么守约 我很高兴 但你也得想想你家里 原野终于起来了 走吧 原野凑过来 轻轻吻了一下 对不起 搞得你也没休息好 晚安哦 修子等到原野走远了 才慢慢锁上了门 修子生日在七月中旬 正好是周六 一觉醒来 修子便感觉 自己已经三十三岁了 虽然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总感觉自己不一样了 确实是三十多岁了 母亲记着修子的生日 特意来了电话 自己的生日 与母亲一起过也是好事 但是已经提前约好了原野 待到渝兰盆节 回家多待几天吧 又讲了些家常话 我像你这么大事 都在为儿女操心了 那你当时除了儿女 就没有别的事了 有了孩子就由不得你了 想做也做不得 修子想起自己那些 已有孩子的女性朋友 她们的神色中 看不到修子这种 为年龄增加而产生的不安 反而有一种 渴望孩子长大 送进学校 自己便可松口气的感觉 修子结束与母亲的通话后 轻轻摇着红酒杯 呢喃着 结婚 生个孩子 修子突然慌慌张张地坐起 环望四周 好像那话不是自己说的 修子感到那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虽然自己当下并不迫切 但结婚一直是存在于心底的愿望 想到结婚 修子很自然地想到了刚步 如果自己现在说结婚 他一定会同意 实在是与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 修子明白了 这正是他对现在生活 感到不满足的原因 但其实他现在的先进 也的确和其他人有着某种不同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呢 正胡思乱想着 远也来了电话 生日快乐呀 今天下午三点去你那里 我在乡根定了一间 可以眺望湖光山色的房间 最晚五点我们就可以到了 山里天气无常 记得带上雨具 修子硬下后 喝光了手中的葡萄酒 是偶然吧 在自己想着结婚生子时 远也来了电话 梅雨季节 天还是雾蒙蒙的 远也开着车 突然将脸凑到修子面前 生日快乐 三十三了 没什么好处喝的 可你还是很好看 二十岁的女人都漂亮 但只有到了三十岁 才真正见分晓呢 修子调皮地笑了一下 想起早上想与刚不结婚的事 现在却只想做个 能吸引男人的漂亮女人了 这样反复无常 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宾馆的房间 宾馆的房间十分宽敞 阳台可以眺望到一片静静的湖光山色 今天的天气使这一切都蒙在云雾里 远也吸了一口烟 这种地方真想多待几天啊 修子知道 半个月前 远也整日为了做成一家 大型家电公司的生意 东奔西走 这笔生意 关系远也公司的生死存亡 远也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了 你每天这么忙 还来陪我过生日 真对不起 离开东京才是真正的休息啊 修子一下子感到 他们的关系近了许多 可以互相理解 修子感到幸福 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晚上两人前往附近 小山上的一家餐馆 两个杯子碰到一起 修子又感到一种舒心的快乐 两人离开了东京 来到一个世外桃源 什么烦恼此刻都没有了 远也将一个洁白的纸包 放在修子面前 打开看看 修子小心翼翼地打开 一个半圆形的盒子录了出来 一只精致的手表 静静躺在里面 表带是针丝断的 十分光泽 太漂亮了 修子戴上 关上着手腕上的手表 远也得意地在一旁笑着 以前一起路过手表店时 见你盯着这种针丝断手表 看了好一会儿呢 我会一直珍惜的 还有一件礼物呢 这才是最珍贵的 远也掏出一个白信封 修子迷惑不解地打开 里面是一张存折和一个印章 都是他的名字 修子更加奇怪 打开一看 上面印着一百万的数字 修子赶紧递给了远也 这不是我该要的 不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从现在起 我每月会往里存二十万 你只要每月去确认一下就好 为什么 有钱总不是坏事 是为了很远很远的将来 修子心头抖动 是说为了我成为老太婆的时候吗 她是不会与远也生活在一起的 修子不想再说什么了 远也每月二十万元 就想将自己的将来买下 本来纯洁的东西 就这样参见了杂志 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要的 男人有男人的面子 送出去的东西怎好收回 两人就这样争辩着 直到服务员上菜 远也才只好收起了存折 真拿你没办法 修子别扭地看着窗外 自己从来不是通情达理的女人 沉默中修子又想起干部 如果是她 绝不会发生这种僵局 因为按干部的收入 绝不会住这样好的酒店 来这样好的餐厅 也不会有那一百万的不愉快 如果是刚部 可能会干干脆脆地 与自己说 请与我结婚吧 这句话比任何金钱 对女人的冲击力都要大 是绝对可以将女人 彻彻底底打动的 一个夜晚就这样浪费了 晚上回到宾馆 修子有些懊悔 但终究没开口 第二天修子被鸟吵醒 远也不多时也醒了 几点了 八点多了 一问一答的 两人的谈话自然多了 远也轻轻将修子压在身下 温柔地吻了一下 这是昨晚的惩罚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啊 修子笑嘻嘻的 修子戴上那只 针丝断手表时 想起了那本村哲 那是远也对于 比自己年岁大的关怀 自己就算拒绝 也该委婉些 也许这一行动 是想让修子有心理负担 每月二十万 绝不是小负担 他是想让修子看到自己 愿意背负这个负担 修子该感到 他对自己的爱才是 想到这些 修子愈发后悔 看向远也的眼神 也多了些温柔 从香根回去的路上 两人欣赏了半天景色 回到东京已是五点多了 香根旅行很快乐 谢谢 那个东西你真的不想要 修子装傻 什么东西 远也叹了口气 那么晚些再通电话吧 再见 与平时一样 修子目送远也的车离开 一种自由放松和孤独寂寞的 混杂心情油然而生 修子深吸一口气 推开大门进去 看了一眼信箱 公寓管理处的人 给了他一盆漂亮的兰花 是昨天下午送来的 修子道谢后 在电梯里打开兰花里的信 果然是钢布送来的 十几株蝴蝶兰 开着淡粉色小花 哦 真对不起 让你等了一天 修子冲兰花陪不是 好像这就是钢布本人似的 傍晚暮色朦胧 屋子里有些失落感 或许公司那些女同事 就是受不了这样 才匆匆结婚的吧 修子正坐着晚餐 惠里来了电话 最新消息 真左子要结婚了 修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一个月前 真左子说起 有人介绍他 与一位牙医认识 修子还以为只是贱贱 这么快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牙医四十岁 还有个四岁的女儿呢 真左子自己怎么说 对孩子还是有点忌讳 但还是很愿意的样子呢 那男人还对真左子发誓说 要让他成为最幸福的妻子呢 谎话言巧语 女人一旦订婚或者结婚 性格就会大转变的 修子看着阳台上 欣欣向荣的兰花 有种被遗忘的落寞 梅雨季节过去了 七月中旬 惠里 真左子和修子三人聚餐 话题中心当然是真左子的婚事 真左子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福感 而且中途一半就告辞说是要去约会呢 惠里和修子感到三人之间有了微妙的变化 女人哪 一找到心上人就这么急着抛弃朋友吗 真左子是第一次坠入情网 也许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甘心为爱人奉献 丈夫是牙医 又有四岁的女儿 看来是不可能工作了 惠里颇有同感的点头 电视台的工作让惠里接触的女人多 她对于婚后女人不工作反对得厉害 我肯定不愿意 我肯定不愿意 没有什么比那更无趣的了 没准那正是真左子渴望的生活 她应该找到更好的丈夫 两人喝着酒 话题转向了婚姻观 说心里话 修子是羡慕真左子的 我要是也可以抛弃自己 去爱一个人就好了 你对世事看得穿 不可能的 梅雨天一过 天气一下子闷热起来 修子公司也格外忙碌起来 中原节的水晶礼品销量大增 作为家庭用的葡萄酒 白兰地的酒杯也十分好销 公司的销售人员 每天为供不应求的订货而奔忙 连休息日也不得安宁 这天修子与客户谈完 和同事一起出来时心情很好 去附近酒吧喝了近一个多小时 回家时已经十一点半了 袁也说好十二点过来 这不能当回事 修子有些醉 昏昏沉沉沉听到电话响 喂 喂 那边没有应答 只听对方咔嚓挂了电话 什么人哪 半夜三更 修子有些不安地看着表 已经十二点了 袁也来时已经快一点了 修子知道他肯定醉得厉害 门一开 袁也醉泰鸣丁便扑了进来 当心啊 更吃惊的是 他双手竟抱着一个大花盆 给你的礼物 啊 怎么买这么漂亮的兰花呀 怎么样 不比上次那家伙差吧 原来袁也是记住了 上次刚不送来的那花 当时修子说是朋友送的 原来他竟然这么在意 修子对这种做法很衬心 都已经要五十了 还是同心未明 好胜心犹如出色适适的少年 今晚就是要给你买贵的东西 袁也一屁股坐进沙发 大阪三光电气的事 今天终于谈妥了 修子 这全靠你呀 靠我 是你在我想放弃的时候 鼓励我的 修子的确说个这样的话 但其实他也不知道 行业竞争有多么厉害 在众多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这一个月真是苦了你了 我的苦只有你知道呀 我家那女人是一点也不关心我的事业 是你自己不讲的呀 也许吧 很久以前我们就没什么话了 云野最近总是向修子唠叨家里的事 修子对于陌路人每天还生活在一起 实在是不明白 快两点时两人睡下了 可修子刚想上床 电话突然响了 又是很快就挂掉了 莫名其妙 不知怎的 修子总感觉这是原野妻子来的 尽管心中感觉不太可能 修子刚钻进被窝 没一会儿电话又响了 原以为还是那电话 没想到这次是刚步的声音 修子赶忙将听筒靠近了些 声音也响了 修子 小姐 五 我是刚步 今晚睡不着 很想听听你的声音 修子将听筒靠近耳朵 又看看原野的方向 这是第一个电话 是啊 看来前两个与他没什么关系 有什么事吗 你那里没人在吧 说一声我爱你吧 我是爱你的呀 修子慢慢将电话割下 与刚步在生日后见过一次 那阵刚得知 真左子订婚的消息 心神不宁 那日又喝了酒 便对着刚步 结婚啊 男人啊的胡说了一通 最后甚至还玩手去了KTV 修子是喝醉了 糊里糊涂 但刚步却受宠若惊 自那以后 常常自作多情地往修子公司 甚至家里打起了电话 只让修子感到很讨厌 第二天两人起得有些晚 修子与原野准备出门时 电话又响了 依旧是无人回应 电梯上修子忍不住问 会不会是夫人她的 不会啊 你的信息和我与你交往 她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这种问题简单得很 只要委托信信所不就好了 信信所是盈利性私家侦探的调查机构 不会的 她没那么聪明 而且她本来对我就什么都不过问 修子依然是疑心重重 别小瞧人家 那你不回家时是怎么对夫人说的 就说在住地的宿舍啊 因为工作忙 原野在公司附近住地 建了个宿舍 修子曾去过几次 只有一张床 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原野说得轻巧 只要一个电话便知道 他根本不住在哪里 车子到了交叉路口 早晨这里显得十分嘈杂 我今天早上有个会议 你今天忙吗 十点有香港的重要客人来 看来公司可少不了你这个秘书啊 这是我的工作啊 你到公司还不是一个 一本正经的社长架子 我是个倒霉社长 大家都知道的 我虽然不说 但大家看得出来 与你的关系 他们也有所察觉的 知道我对你最好 我不愿意这样 最近我想了很多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修子猛然回头 有些愣神 却见原野神色如常 只是握紧了修子的手 就在这里停下吧 修子默默下了车 这天修子走出公司 已经是六点半了 马路上万家灯火 夜色阑珊 今晚修子应了 刚布的约会 上次电话过后 刚布几次打电话 为自己的无礼道歉 修子都推辞了 终于今晚才答应出来 与刚布在一起 修子总感觉 自己好像是女皇 刚布对自己唯命是从 有时修子感到 他要有一些阳刚之气才好 但有这样一个 唯唯诺诺的人 至少也能十分满足 自己的虚荣心 今天也是一样 从一开始 刚布就不断道歉 有说些公司里 有的没的 很明显是在讨修子欢心 最近你有 中意的朋友了吗 刚布心里始终想 讨论这个话题 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讲 直到现在 才拐弯抹角地 引到这里 修子对于这种 自作聪明很不满 婆婆妈妈 或者说是缺乏 对女性的尊重 你呢 修子想捉弄他 我 我还不知道 那 去我家里看看怎么样 刚布愣了 待会儿就去 有些酒意 修子也不太考虑后果了 与钢布坐上车 修子开始回想家中的东西 昨晚原也不在 房里没摆着什么男人的东西 衣服都在衣橱里 虽说烟灰缸里有烟头 但自己有时也会吸上两口 可以搪塞过去 你不会是耍我的吧 修子笑了 你要是不想去 我不强求啊 哪里话 只要你肯让我进去 就不胜荣幸了 到了门口 刚布依然有些不可置信 请进 刚布心神不定地进了房间 修子开了灯 回头招呼着 请到沙发上坐着吧 刚布顺从地坐在沙发上 像个木头人一样 房间果然干净正齐 没什么 只是平时匆匆打扫一下 要喝咖啡吗 修子的房间除了原也 刚布要介还是第一个 进来的男人 刚才凭着酒一 并没感到有什么 现在却有些心慌 修子不由地想到 若是原也突然进来 会怎样呢 刚布会是什么表情 原也又会是什么反应 当然自己现在 并没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只是这么想着 那份捉弄人的心理 又一次高涨 竟希望原也 真的快点过来 让自己看看两个男人 面对面 瞪眼露齿的样子 坐了一下 刚布站起身 洗手间在哪里啊 洗澡间左手 修子继续看电视 不一会儿 刚布走了回来 说不出什么变化 但刚布从洗手间出来后 一下子沉默了 满腹心事的样子 我问你个问题 你真的一个人住吗 刚布好像正在使自己 冷静下来 你这是个不可理解的人呢 我终于知道了 这里是有男人住着的 哪里有男人的剃须刀呢 你不说也瞒不过我的 刚布要见的这种肆无忌惮 修子一下子气愤起来 这里是我的房间 有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 自己看到了什么剃须刀 凭什么理由打破砂锅 问到底呢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现在你该走了 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呢 修子却果断地拿起电话 叫了两出租车 刚布还是紧盯着 没完没了的 以前就感觉不对头 没想到你真的 与什么人同居着 胡说八道 可现在铁证如山 确实是男人的 可没有一起同居 那就是经常来住了 你竟会这么不规矩 不规矩 修子昂头反击 是准备与他结婚吗 不准备就是不规矩 这是谁的规矩 喜欢并不一定就要结婚 对于修子的坚决 刚布有些语色 修子感觉有些可笑 年纪轻轻 思想却和那些老头老太一样 我知道了 那人是有妇之夫 有家庭 还比你大上许多吧 那又怎样 刚布越激动 修子反倒越镇定了 刚布太均宁于结婚 与修子是无法交流的 好了 你该走了 修子穿了凉鞋去开门 刚布却突然一下子抱住了他 修子拼命左右摆头 却还是躲不过刚布疯狂的亲吻 修子用力下蹲 逃死地跑向客厅 你滚 不论怎样的理由 这样的诗暴让人忍无可忍 刚布好像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 目不转睛地看了看修子 一声不响地开门走了出去 刚布走了 修子看了看自己 以前总以为刚布不会耍流氓的 现在看来 男人冲动是会不顾一切的 这时电话响了 是原野熟悉的声音 在银座 马上去你那里 知道了 放下电话 看表现在是十点半 原野来得一个多小时 修子放好热水 他感到刚布的气味充满全身 所以格外小心地洗了个干净 洗好了 吹干头发 门铃响了 原野出现在了门口 你回来了 修子想看到久别重逢的亲人 今天好像格外客气啊 原野从包装拿出修子爱吃的点心 修子有一点撒娇的感觉 来 亲吻一下 修子这么主动 原野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今天怎么了 是与其他男人鬼混过了 怎么会 早些睡吧 修子笑着 有种节后风生的感觉 夜深人静 修子静静想着今天的事情 仔细想想 自己也有对不住刚布的地方 因为他如果不想捉弄他一下 将他带回家里的话 并不会发生这一切 与刚布药界 不欢而别 修子感到有点难过 当然 修子是不会嫁给他的 可修子却认为 他是自己的一个同龄的朋友 对从今以后将失去这么一个朋友 修子心里感到十分遗憾 胡思乱想的当口 修子慢慢地从背后将脸 贴在了原野的背脊上 不知怎的 原野侧着身子的姿势 最使修子感到安然 原野的住所在住地前面 楼内全是一室户的房间 离公司很近 原野将自己的衣物和日用品 大量搬入寓所 是九月中旬的日子 虽说这房子是为了工作太晚 回不了家使用的 但几乎一直空关着 这次原野将西服 衬衣 裤子 开衫 鞋子 甚至还添置了沙发 电视 咖啡机等等这类东西 原野此举 无疑是别有用心 昭然若揭的 对此 夫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修子心里考虑着 却难以启齿 修子本不愿介入这类事情 可在原野再三请求下 现在还是来帮着搬东西 整理房间了 看着这样多的东西 尤其是不知情的搬家公司 一口一个夫人的叫着 修子愈发不安 这么多东西 家里怎么办呢 修子终于忍不住了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 修子一下没反应过来 原野却爽朗地笑了 最近公司有些忙 我还有些事要回去一下 你不介意吗 没关系 我再把房间整理一下就回去了 就这样 修子不知不觉地逐渐陷入原野的生活 原野走后 修子用湿毛巾擦着灶台 又擦了一下碗厨 将咖啡杯碗盘什么的都整整齐齐放好 这些都是原野从家里拿来的 原野的妻子应该是很喜欢这碗碟上的花色吧 原野是绝不会买这样的杯子的 正想着 门铃响了 一开门 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站在门口 修子煞时觉得 他裙上的花纹与那碗碟一模一样 这里是原野先生的房间 我知道 他不在吗 修子一下子就知道了 这就是原野的妇人 您是片童修子小姐吗 修子有些头晕 甚至开始出汗 小腿在微微颤抖 与修子相比 原野的妇人显得很是镇静 冷冷地问道 您在这里做什么 修子穿着围裙 房间里还有不少纸箱没整理好 原野的妇人是在明知故问 我丈夫现在去哪了 这一句我丈夫 让修子一下子失去了勇气 也许这震动 对于修子来说太大了吧 说是去公司有点事 这房间多谢您打扫得这么整齐啊 打扫这房间并不是修子自愿 而是原野安排的 可现在夫人却一脸的不容解释 有您这样的人在身边 我丈夫是称心如意了 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您是在做贼 偷人家的东西 原野的夫人不能修子反驳 将手中的纸包往床上一丢 这是我丈夫忘在家里的内衣 您也知道吧 那男人你不管他 他是几天都不会换内衣的 原野夫人丢下这样一句话 砰的一下关上门离开了 修子一下子惊醒 环视着安静的房间 好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 原野是小瞧自己的夫人了 人家不但知道修子的姓名住址 几日来的无声电话也一定是他 今天是算准了修子会来 特地来会会的 哪有夫人一下碰上丈夫的情人 如此不慌不忙的 一个是有备而来 一个是猝不及防 一个是堂堂正正的夫人 一个是偷偷摸摸的情人 修子呆愣着 毫无抗拒地接受了 原野夫人的冷嘲热讽 修子一直小心翼翼 不想踏入原野的家庭 可现实如此 两者是躲不开一场战争的 这么想着 修子不由地掉下泪来 修子本还想打扫一下 灶台浴室什么的 但也没有了心思 从住地到家 修子几乎是奔跑着回去的 即使人坐在地铁里 心也一刻不停地奔跑着 晚些原野来了电话 今天帮了我不少忙 我也算有安身之处了 原野对发生在自己寓所的事 似乎一点也没察觉 怎么不说话 是不舒服 还是有什么不称心的了 你夫人来了 一下子原野闷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不太相信地说 怎么会 说是你将内衣忘记了 给你送吧 就这样 我收下了 原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我现在马上去你那里 不 不要走开 我很快就到 你来了我也不见得 原野来之前 修子正犹豫着 要不要出去避开 门铃就响了 今天的烦心事太多 修子真想一个人静静 原野进来 只会让烦恼加剧 这么犹豫着 门铃不断响起 随之而来的是 激烈的敲门声 为了不引起邻居注意 修子只好开了门 干嘛不开门 看来是生气了 原野怒视着修子 修子当然有理由 只是现在原野不会听 原野点了一支烟 真的遇见了 修子轻轻点着头 原野很是伤脑筋地 拍了拍额头 你别往心里去 他脑子有问题 我看不见的 原野夫人思路清晰 讲话谈吐正常极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去吃晚餐吧 喝上一杯 把这些都忘记 修子很平静 你一个人去吧 原野本想将修子 拖出去喝上一杯 将今天的事搪塞过去 看来修子并不想轻易释怀 算我求你了 求也没用 原野瞪着修子看了几眼 突然紧紧抱住了修子 修子挣扎着 可是话还没有喊出口 只感到脸上爱了几个耳光 是由于爱得太深才不惜使用暴力 还是只有暴力才能体现深深的爱 原野现在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 起先修子还反抗 被墙按在床上 不顾一切地向原野乱抓 但没有丝毫作用 一下子脖子又被勒住 修子脑子开始真空 修子对原野的愤怒更加剧烈了 这不是爱 这是彻彻底底的兽性 结果修子还是屈服了 屈服于暴力 屈服于气势 但这种屈服 也使原野迄今为止 花在修子身上的一切 化为泡影 而原野看到修子的反应 对自己的行动却有了几分信心 不管怎么说 只要对女人的身子下死戾气 最终都会老老实实的 这是男人的想法 有些女人也是这样想的 寻死觅活的争吵 只要睡在一起 便什么都没有了 也许是察觉了修子的心思 原野靠近他耳边 温柔地轻声说道 爱你 修子仰面躺着 无声无息的 心中无法接受 现在原野的关切 对于刚才的粗暴 也许有些后悔 也许有些不好意思 你现在饿吗 前后不一 修子只觉得滑稽可笑 可原野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修子慢慢骑身 床下散乱着衣物 左肩的背带也已断裂 修子穿好后 在镜中看着自己 脸上挨了几下 现在虽看不出 但还是热乎乎的感觉 脖子肩膀被勒得紧紧的 也没什么伤痕 镜中看不出施暴的痕迹 但修子心中留下了 抹不去的伤痕 结婚宴会对结婚者 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但对仓会人缘缺 并不都是这样 特别是修子这样的单身女子 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诸如 还是一个人呢 下次就等着喝修子 你的喜酒啦 这样的话 实在是让修子精疲力尽 但这次是真琢子的婚宴 一定要去的 早上修子睁开眼 对自己好闺蜜即将成家这一点 仍然有些不真实感 今天是个好天气 绝对的婚宴佳日 修子一过晌午 便去美容院做好头发 回家做准备了 服装是三天前决定的香奈儿 深茶色套装 一年前原也买的 三十万日元不是小数目 这件衣服曾为修子 惹来不少羡慕 修子能接受的也只是这些 对于袁也曾提出 付房租 给生活费一类 他都全部拒绝 作为女人 修子只想得到爱 曾经惠里劝过他 你付出了这么多 他该对你负责 但修子一直不愿意 他不想自己与原也之间的关系 成了交易 五年了 修子一直爱着原也 从未提出非分要求 现在看着这身套装 想想也有一个星期 没与原也见面了 自一个月前碰上原也夫人以来 修子就开始与原也 保持了一段距离 可以说是觉醒了吧 这盆冷水对修子的打击很大 曾佐子的婚宴热闹而豪华 曾佐子笑夜盈盈 幸福无比 新郎的朋友都赞美着曾佐子 双方父母也十分满意 新郎那四岁的女儿竟也坐在中间 一下子又引起全场涌动 修子看着曾佐子的母亲 不由得想起自己乡下的母亲 如果看到自己结婚 母亲是不是也会这样心满意足 修子和惠离出来 便去了宾馆最上层的酒吧 累了吧 修子真感到疲惫了 终于曾佐子也嫁人了 看他那样你也想嫁人了 如此直接 修子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每一次朋友结婚 自己都会动摇是真的 惠离突然改变了话题 今天的衣服真漂亮 快赶上新娘了 真佐子才是主角 不能相提并论 惠离笑了 想出风头的话 修子你也试一次不就好了 为了出风头而结婚 也太荒唐了 修子啊 你漂亮 能干又聪明 像你这样的好姑娘 要碰上个名副其实的好男人的 怎么了 一个人就得恭维我 我是不想你草率的结婚 给修子你敲锦钟呢 惠离一口气干了手中的酒 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没必要为了行事结婚 这话可真伤感 修子回到家 倒了杯水 远也来了电话 我在大阪 明天回东京 晚上可以见面吗 不行 修子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断然拒绝 为什么不行 说说你的理由 刚与惠离聊了 你这样的是靠不住的 你喝醉了 修子的声音有些走调 好多男人围着给我倒酒呢 你今天去参加婚宴了 真左子今天真漂亮啊 我也赶紧嫁人算了 修子本来是开玩笑的 但原野却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 反正明天见面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有什么事 是正经事 来之前我跟老婆吵过了 这次孩子也在吵 我是一定要离开那个家了 修子 我真的爱你 修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将听筒搁上了 第二天 修子依然很早到了公司 打扫 打印文件 安排日程 翻译 接电话 摆弄电脑 分类归档 甚至还要考虑 社长的服装 等修子将打印好的信 放入信封时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白昼变短了 望着对面已经提前亮起的灯 修子想起 刚不要借 那之后 两人还没有见过面 刚不曾来电道歉 但修子拒绝了他的邀约 其实那天 刚不和修子都既是始作俑者 也是受害者 按了电话号码 修子对现在给刚不打电话的自己 也不知是什么想法 今天其实并不是想见刚不 也许是潜意识里想躲开原野 如果方便的话 一起吃饭吧 修子很爽快地提出邀请 突然接到这电话 刚不时受宠若惊的 他似乎与什么人商量了一下 那么几点 在什么地方呢 你不会还有工作吧 不要紧的 再过五六分钟就可以出发 突然来电话 不好意思啊 修子整理好办公桌 出门时想起 原野怎么还没有来电话 于是便很自然地猜测 也许是火车延迟了 见了面修子想找些话题 但想起上次的不愉快 便又难以启齿 两人只好谈公司里的事 谈日本棒球比赛 都是些漫无边际的话题 今天刚不得酒喝得很快 正餐烤炉鱼刚上桌 他已经喝光一瓶葡萄酒了 修子担心他喝多了 又要生事端 看他那样子 好像就是为了一醉方休 一会儿正餐用完了 钢布似乎早就准备好了开口 为什么叫我出来呢 好久不见了 想见见面 我知道牛欣赏人 是将我当作临时解解闷的吧 没关系 你可以直说 不是的 修子原本被说中心是有些沉默 听到这话却一人仰起头 是有心上人 但今天不是这么回事 只是想与朋友吃吃饭而已 原来如此 你是要说我们之间只有友谊对吗 钢布有些醉了 既然喜欢 为什么不与那剃须刀的主人结合呢 喜欢不一定就要结婚 可是一般都要这样的 但不一般是我的自由 可以结婚便喜欢 不结婚便讨厌 我并不认可 被钢布纠缠着 修子有些想见原野了 对不起我去一下 修子来到帐台 朝自己家拨了个电话 修子按入了一串数字 这样就可以听到电话中的留言了 是原野的声音 是我呀 还在大阪 我受了点伤 现在在医院 不太重 稍后再打给你 修子重复听了好多遍 才确信真的是这样 修子无精打采的 那边钢布有些担心的 一个就朝这里张望 修子回来俱乐个工 对不起 我要马上走 要回家 钢布一下子慌了身 我朋友受伤了 钢布盯着修子 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刚听了留言 心里正吃惊呢 先坐下吧 你现在回去也没什么用的 可是担心呢 钢布拦住了修子 是那剃须刀的主人吧 对不起 修子拿起桌上的账单 朝门口走去 修子回到家 环视着屋子 自己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慌慌张张地赶回来 明明再与钢布坐一会儿 也没什么的 修子现在想静静待一会儿 等待原野的电话 自己又一次伤了钢布的心呢 修子洗了澡 到了杯咖啡坐在沙发上 已经十点了 电话铃响了 是个上年级富人的声音 是片铜修子小姐吗 是片铜修子小姐吗 我是大阪城西医院的护士 是原野先生托我打给您 刚才原野先生手术已经结束了 请您放心 动手术了 右脚脚踝骨折 不过请您放心 现在已经没事了 为什么会骨折 好像是因为车子出了事故 好的 谢谢您 请带我转达我的问候 知道了 原野在修子眼中 就像是一座大山 修子从未想过 他会受伤 生病 住院 但这毕竟只是修子的想象 其实原野只是比修子 大上许多 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可以唤起修子 作为女人的一面 对修子种种娇称埋怨 一笑了之 所以使修子有了 他强大无比的错觉 必须赶快去大阪 修子对自己的热情 也很惊讶 迄今为止 虽说对他颇有牢骚 但紧要关头 还是前肠挂肚 因为原野是自己的 修子才有嫌心去约缸布 如果原野不再属于自己 修子也就没这个心情了 修子请好了假 第二天坐睡枣 一班车赶往大阪 修子想着自己晚上 该在什么地方落脚 只要原野同意 修子打算陪在他身边 可是突然去能陪业吗 除了这样的事 妻子会不会在身边呢 心里不安着 修子下车赶往了医院 医院很大 修子找到了护士中心 说明了情况 可护士却讲 原野先生已经有陪业的人了 修子不由的遗症 是谁呀 我们也不知道 这前面第三个房间 你自己去看看吧 修子拎着旅行带 小心翼翼地走在走廊里 餐车正好经过 修子看着从那门走出的人 差点叫出声来 年纪十七八 稚气未泯 与原野夫人有着九分相像 一定是女儿 修子叹了口气 走回护士中心 望向原野的房间 就这样回去 走过去三十秒的时间 敲一下门 马上就可以见到原野了 就这样打道回府 连手中的行李 也会伤心的吧 但想起那女儿的脸 修子又没了勇气 修子不愿意破坏了 孩子美好的感情 还是回去吧 修子站在车站售票处前 看着新干线时刻表 鬼使神差地买了京都的票 京都 宇原野去过很多次了 上一次是秋天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欣赏枫叶 奇怪的是 到了京都 原本心神不定的修子 一下子便平静了 好像此次就是 特地来观光的 夜里 修子一人在大街上散步 心里也不再有 孤寂的感觉了 早上起来 修子一个人赏枫叶去了 沉浸在回忆里 修子沿着山谷走着 阳光照的枫叶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举起了手 阳光下手掌有些透明 原野总喜欢看修子的手 抚摸着 比修子自己还爱惜这双手 想起原野的爱意 修子慌了身 转身朝回走 修子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 调整零下呼吸 拨打了医院的电话 请帮我接508的原野先生 原野先生刚做过手术 不便来 陪他的人可以吗 可以的 修子已做好 原野不能来的准备 喂 是原野先生的小姐吗 是的 请问您贵姓 我姓片野 小姐怎么称呼 修子是故意的 我叫静子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是您父亲公司的客户 听说他受伤了 是不是还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爸爸说要回东京去 只有您一个人在医院吗 您母亲呢 妈妈她有一点 那您整日陪着父亲也真是辛苦 总之现在听您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片野小姐 请问您是什么公司 秀子想了想 玩之内的东京玻璃公司 水晶与玻璃不同 可也不能再详说了 东京玻璃公司的片野小姐 原野是猜得出的 好的 我记下了 谢谢您 放下电话 修子长说了一口气 好像干了什么大事一样 修子回城时想了很多 特地赶来却不能相见 这种关系算什么呢 自己以后要怎么与原意相处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呢 修子自言自语着 天也暗了下来 星期日的傍晚 车站十分嘈杂 修子站在车厢中间 感到十分疲惫 今天下午被真左子叫去家里 一直到现在才回来 真左子与她丈夫 都很热情好客 真左子还亲手做了 修子喜欢的冰淇淋和蛋糕 丈夫也殷勤地 让修子观赏花园 还为两姐妹照了很多像 走时还亲自开车 送修子到车站 真左子夫妇真心诚意 修子很感动 但也后悔自己没拉着 惠里一起来 惠里说有急事不能一起了 原本修子也打算不去 但却耐不住真左子的坚持 真左子与丈夫在修子面前 那种亲密无间 使修子愈发感到孤独伤感 又不能流露 只好强撑着应酬 当然 修子知道真左子并不是存心的 但心里还是很难过 如果惠里在的话 一定会想办法调和气氛的 别太脉动自己 这样不客气的话 惠里是极有可能讲出来的 修子回到家 倒了杯啤酒 想起母亲 也许是对自己的人生后悔 即便母亲一直催促修子成家 可从没有逼修子辞去现在的工作 修子想着 即使找到称心的人 也要工作家庭两不误 也许太天真 有了孩子也不放弃工作 好像不可能 但修子却觉得 不情愿就这样一个人吧 又想起原野 住院五天后已经回到东京了 在世谷的一家医院 每天给修子打电话 医生说过一个月拆石膏 再恢复半个月便可完好如初了 原野回来后 修子没去过一次 原野是没人陪的 但修子无法抹去 他夫人和女儿的样子 即使现在没人 保不定有什么事 他们会突然去呢 原野的换洗衣服 信件 日用品这些 尽管与夫人不合 但这些事还是会为他做的吧 修子不去医院探望 一方面是这个 另一方面是修子自己的意志 他想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自己与原野的关系 整整一个星期 修子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秘书 只要想做 事情是做不完的 社长为此还对修子大家赞赏 但修子真正的意图是 麻痹自己 使自己无暇考虑原野 夜里八点 原野准时来了电话 今天忙吗 修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不时喝一口咖啡 原野说起话 总是没完没了 明天是星期六 下午可以来医院吗 可是你马上就要出院了 我是想你来啊 已经二十多天没见你了 修子默不作声 原野哀哀地叹了口气 冷酷无情 修子闭上眼睛 这其实是自己的倔强 从大阪回来就这样决定了 试一下自己是否还坚持着 最初认为的 与自己不在一起时的原野 是和自己无关的 原野一直是拥抱着修子 那个强有力的形象 他不是婆婆妈妈的男人 而是闯荡人生的汉子 修子是被这样的原野征服的 可现在病床上的原野 总让自己联想到 父亲 丈夫的角色 住院证明了 即使是原野 也会被家庭困住 不论他是否愿意 他是需要妻子儿女的帮助的 住了院 修子的年轻 漂亮 相爱 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只有妻子是名正言顺的 修子又喝了一杯酒 电话响了 修子伸出手去接 是纲布 现在一个人吗 上次对不起 饭都没吃完 那个受伤的先生怎么样了 谢谢你 已经好多了 纲布的谈吐 有着少有的稳重 能见一面吗 嗯 怎么了 其实我要结婚了 我想在此之前最后见你一面 可你要结婚了 我是真心爱你的 所以最后一次 拜托了 修子感到不理解 这件事情发生得突然 一个月前供进晚餐时 还没有说有了女朋友 或者要结婚 而且如果是真的爱修子 便不应该告诉他结婚的事 马上要结婚的人 居然还说爱另一个女人 这样做不是有失检点吗 嗯 你该陪着你的新娘 我们是惊人介绍的 这一个月天天见 我几乎都有些厌烦了 这都是因为你啊 是因为你的无情 我才决定结婚的 修子感到莫名其妙 好像是抬高修子的地位 可修子却高兴不起来 刚步好像在编织着 一个什么故事 与心爱的姑娘分别 与不爱的女人结婚 而修子的想法 要现实很多 再见一次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你 修子不由地笑了出来 刚步沉浸在浪漫想法里 而与这种男人结婚的女人 该有多么不幸 祝你新婚幸福 修子挂下电话 回想刚才对刚步的坚决 其实是自己近来 越来越感到 与有父之父恋爱 是世人所不容的 潜意识中 总觉得有人 在戳自己的脊梁 脾气也就越来越固执 感到有些累了吧 修子喝着杯中剩下的酒 对着镜子问自己 还挺得住吗 夜深人静 房间里只有音乐回答 初冬的阳光溢满了整个屋子 星期六的下午 修子一个一个涂着指甲油 无事可做 并有着一点点的险弄 圆野要出院了 是昨晚七点多来的电话 明天就出院了 恭喜出院 修子的声音 情不自禁地有些走掉 涂着指甲油的修子 心中满怀着圆野 快些来的希望 为了迎接他 修子换了艳丽一点的指甲油 头发一早就烫过了 上身一件橘红色的衬衣 下身藏青色裙子 比平时在家那样是漂亮多了 修子看着公司宣传册 喝着咖啡 日落西沉 圆野来了 看着门口的圆野 你回来了 修子对自己 这自然而然讲出的话 有些吃惊 好久不见了 圆野点着头 轻轻提起了右手的拐杖 不要紧吧 没事的 主拐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真是想死你了 圆野伸出手来搂住了修子 整整一个半月了 对此 修子是记得很清楚的 圆野坐在沙发上 小腿与脚踝出皮肤 焦黑的发亮 用手碰一下 就好像会剥露 修子小心地摸了一下伤口 不痛吗 不痛 在医院真想你这么给我摸摸呀 修子不声不响 圆野却握紧了他的手 每天都盼着你来呢 修子却问起别的事 是从医院直接过来的 当然 东西都让快递公司送回去了 你还没回过家 看着圆野点点头 修子有些不安 在医院里我想了很多 圆野望着远方 这样保持现状是不行了 我决定 一直与你在一起了 别开玩笑了 是真的 我已经决定了 圆野的双眸发着少年似的光 修子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圆野却逼了上来 对今天我已经期盼很久了 浅室里 圆野就像是野兽一样 东闻西袖 修子拉上了窗帘 房间里只有些暮日的光 今天想看看 修子美丽的身体 等醒来 已经是夜色沉沉了 修子慢慢坐起身来 身边圆野 微微曲着背 睡得真香 修子去浴室冲了一下 又将头发整理好 想起圆野睡前的话 是认真的吗 以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但这是第一次这么认真 出院以后不回家 就已经是对妻子的 公然挑衅了 快七点了 修子去叫醒了圆野 天刚黑 随人起床有些不正常 圆野磨磨蹭蹭地 向修子要睡衣 都起来了 还要什么睡衣呀 不打算回去了 他们都巴望着 我不要回去呢 怎么会呢 修子想起了医院里 圆野女儿的脸 我与你的事 我现在在这里 他们都是知道的 圆野脸上很平静 在医院我写给你的信 被他们看到了 都写了什么 爱你 与你有关的各种事 看到内心 没有人会劝我了 一下子 两人都沉默了 修子心乱如麻 圆野喝了几口咖啡 开口道 我们结婚吧 修子的身子 却像弹簧一样 离开了圆野 不行 这样的事 修子取了圆野的衣服 快回家去吧 没什么好谈的 不 你还没听过 妻子的意见 我只是感到你会高兴的呢 圆野不理解 望着修子 慢慢站起身来 真要我回去 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修子低着头 现在他只想好好静一下 你干嘛又生气呢 静静的屋子里 圆野的话就像是魔咒一样 让修子心惊胆战 从酒吧向下望去 整个城市都散发着光芒 是修子语言 也常来的地方 两人坐在临窗的位子上 有一段时间了 莫不作声的 你有什么不满意吗 圆野喝下了一杯威士忌 已经说了无数次 离婚已经是肯定的了 他也同意了 修子全身感到出电一样 但你是怎么想的 我始终不明白 确实 修子有这样的期盼 曾梦见两人自由自在地 在一起 但眼下 圆野要与妻子分开 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不容易和妻子分开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修子肩膀抖了一下 回味这句话 好不容易 想想 这其中正包含着 我为了你 到了这个地步 明显透着一种 对修子赐予的恩情 几个月来 圆野的妻子 家庭发生的所有纠纷 修子本意 都是不想知道 过问参与的 可在圆野眼中 和妻子离婚 跟与修子结婚 是紧密相连的 修子不想这样 他并没有存心 抢人家的丈夫 这种情景 不是修子所希望的 修子觉得 如果真的爱自己 就应该在 与妻子关系闹僵之前 开诚不公地说明 分手 再来找修子 修子有自己的标准 可能意识到 修子的沉默 圆野说 当然 我这样没有责任 心里也许不高兴 你也不是这种 趁火打劫的人 可是我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你啊 如果没有你 我也许还会维持着 名存实亡的婚姻 修子愈发感到 呼吸困难 这是修子 最不爱听的话 即使听起来 像是感谢修子 你说的这些 是无法实现的 为什么 修子很失望 他原以为 原野是 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过去的五年间 原野与妻子 从没有分手的迹象 看上去还算是 一个过得去的家庭 可现在这关系 发生了危机 就马上要 修子与他结婚 这样的求婚态度 修子无法接受 修子只是看着 窗外的夜景 原野不耐烦了 干脆表个态吧 就这样说再见吧 你是说 就此分手 你说话呀 原野这样紧逼着 修子只好沉默了 知道了 你从一开始 就不想与我好的 没想到你会变心 什么时候该注意的 修子真正的动摇 是在这几个星期 就在原野出院后 不知怎么 眼看着夙愿成真 修子却受不了了 听到结婚 想到今后 两人一起生活 修子就感到 无比不安 确实 原野是个 有力量的男人 但作为丈夫 却有着相当的 大男子气概 一旦热衷于工作 就会忘记家庭 生活没规律 衣服乱丢 从不问家事 这些修子 可以容忍吗 若日日相对 修子是容忍不了的 我以为 不管遇到什么事 你总不会抛弃我的 我没说过 真正认真的 只有我一个人呢 原野的声音 高了起来 但修子却不认为 自己背叛了原野 是讨厌我了吧 原野气惨地笑笑 不是的 那为什么不肯跟我呢 眼前的原野 变了样子 不是修子所憧憬的了 修子慌忙闭上眼睛 不想看到这样的原野 现在这种情人关系 你不怕 没办法 修子只能点头 真搞不懂 迄今为止 修子只看到了 原野情人的一面 男人们不也常常议论 那个女人作为情人可以 妻子不行吗 与此相似 原野之于修子 正是这样 修子终于明白 自己为什么愿意 当人家的情人 这时的女性 是爽快干练的 情人的位置固然不稳定 却是美丽的象征 忘记生活琐事 互相体贴 互相慰藉 在难得的见面中 两人都将自己的美德 表现出来 每一次相聚的时光 回忆起来 都是十分幸福 像现在这样很好 修子拿起了拎包 想要回到自己 那个小小的家中 要回家 是的 原野拦下了修子 可是还没有讲完 我是一定要与老婆分手 一个人生活的 刚刚激动暴躁的原野 现在眼角湿润 对不起 修子平静地低下头 这地步不是修子存心的 一个人生活 是原野自己的决定 看来你是决定了 原野怒气冲冲地 盯着修子 求你了 原野将头一下低了下去 这样低声下气 修子是第一次见到 别这样 五年时光 应该好聚好散才是 修子不怨不恨 反而对原野心怀感激 他不想看到这样的原野 对不起 我要走了 等一下 趁着原野赴账的时候 修子来到了一楼大厅 等等 原野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 男人与女人的纠纷 服务生和客人都露出 惊讶的目光 修子更加快了去 出租车站的步伐 可是原野从后面 猛地将修子左腕抓住 紧接着脸上猛地挨了一下 修子很快感到一阵眩晕 宾馆的服务生赶忙过来 扶住了修子 修子摇摇头 身后传来原野的叫骂 和客人们的劝解 服务生扶着修子上了出租车 回到家已经十点了 修子脸上还是火辣辣的 虽看不出什么痕迹 但嘴里有点破皮 还有些肿 上次与原野妻子碰面后 原野来修子家里 修子不理他 也吃了他一剂耳光 但那次是有感情的耳光 这次却毫不留情 这对修子来说还是第一次 不过修子心里并不怨恨原野 不顾场合那样暴跳如雷 他一定是伤透了心 今天可是任重道远啊 修子早已没了少女的先弱 坚强极了 惠丽打来电话 修子说了今天的事 是你太刺激他了 听着修子挨打 惠里大笑着说 我知道的 后悔吗 不会后悔的 那你现在是真的 跟我一样一个人了 完全的自由人了 好 那就再去找个好男人吧 好主意 修子情不自禁赏朗起来 同时用毛巾 悄悄逝去了眼角的泪水 今天我们看到了修子 终于做出了决定 语言也分开后 修子又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自由人了 情人的阅读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恭喜你又收获了一段新的回忆 爱得越深 分手时就越痛苦 越憎恨 修子语言也相爱 但分手时却大打出手 刚不爱修子 分别时却不欢而散 你是否看到 遇到 经历过这样 爱之深 恨之切的故事 你又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见解 我们明天见 晚安